那你今天想不想人家呀 想不想 疼 对不起 对不起 贾斯汀 喜欢柳飘飘这种啊 真的 不过我上次也跟你说了 那都是人家浪漫偶像剧 现实生活中的男人 都喜欢柳飘飘这样的 性机女孩 像大姐这样的方佳琪 就只能在剧里 给咱们撕大堂了 正所谓 命运多舛 注定孤傲必胜 就像我们大姐一样 大姐也太惨了 其实也不一定 你看啊 我觉得现在的主动权 还是在樊潇雨手上 如果樊潇雨也喜欢 四眼师兄的话 那他俩就是情投一合 两情相悦啊 大姐是肯定没有希望的 但是如果 如果樊潇雨 像当年不喜欢人家 马力安一样 也不喜欢四眼师兄的话 那大姐她就 老婆说命运 干嘛突然提 那个 决定 不过我们大姐的爱情 居然掌握在小吕手里面 真的好惨 你不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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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啊 你不在啊 你怎么不出声啊 我 要出什么声 你你你都听到什么了 什么都听到啊 走吧 小雨 坐过来一起吃饭 我 我不是很饿 你饿 来嘛 一起吃嘛 那个 大姐喜欢四眼 我知道啊 这不很明显吗 那你呢 我 跟四眼 怎么可能 所以你不想四眼吃凶 是吗 不 大姐还是有希望的吗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一起帮大家好不好 大姐这么目 肯定不会自己主动嘛 怎么办 那我先下 樊小雨 靠你了 靠我 圣诞节那天晚上 小饭粥是不是要在 周瑜的咖啡馆 开个小新派对 那这样 我呢 负责勾引周瑜 你呢 负责勾引雷东强 我不行 可以的 放心 而你 樊潇雨 帮大姐把话递了 亲爱的 师兄 你今天美吗 我今天 还行吗 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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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今天 想不想人家呀 想不想 疼 对不起 对不起 你怎么那么讨厌 干吗害我 为什么要害我 你有病吧 你才 害你什么 害我那么喜欢你 害我这么喜欢你 你给我松开 四眼 大姐让我给你带句话 她说她 喜欢你 怎么样 为什么是我去说 一 这符合你樊潇雨大嘴巴的人设 是不是 我 没有没有 女神设 是 二 让范青舟喜欢的人亲口告诉她 我闺蜜喜欢你 你跟她在一起吧 那岂不就是 给范青舟生不死心了吗 这就是告诉她你樊潇雨不喜欢她 是不是 那这样子大姐就可以趁虚而入了 高招啊 是不是 完美 这世界很酷